妈妈,我要听好文章。 爱的教育,亚米契斯,病后的感想。 没想到看望父亲的老师回来之后,我竟然得了重病,差点连命都丢了。 在病中,我听到了母亲哭泣的声音,我看到了父亲因担心我而苍白的脸,还有雪尔维亚姐姐和我的小弟弟在床边陪我的情景。 啊,我可怜的母亲,这几天,我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,我总是觉得我那位善良的女老师曾经来过,我还记得我的男老师吻了我一下,而且,我还看见了科洛西、戴洛西、卡拉布里亚少年、卡龙,他们一一从我的面前走过。 我还记得卡龙给我带来了一个橘子,因为他的母亲生了病,所以他又急急忙忙地回家去了。 后来,我终于从梦中醒来了,我看见了雪尔维亚姐姐和我亲爱的父母,我知道,我的病就要好了。 小石匠也来看我了,他还给我做了个鬼脸,第一次把我都笑了。 可莱蒂和卡洛菲也来看我,卡洛菲还给我带来了他收集的邮票。 昨天,在我睡着的时候,破莱可惜也来看我了,不过他并没有叫醒我,他只是吻了一下我的脸颊,就回去了。 这十几天,树木竟然都变绿了,太神奇了。 我来到窗前,惊讶地张大了嘴巴,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小伙伴啊,真想快点回到学校,快点见到同学们啊。 听他们讲讲我生病这段期间发生的新故事,看看我那熟悉的校园和街道,我觉得我仿佛离开了好长一段时间了。 这些天,母亲看上去老了很多,父亲也经常流露出疲倦的神情。 看得出来,那些来探望我的同学们也很挂念我,一想到终有一天我们将要分别,我就觉得很难过。 也许我还能和戴洛西及其他几个同学一起继续学习,可是其他的同学会怎么样呢? 五年级一毕业,道医生再见,他们就会各奔东西,说不定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 如果我再生病了,我的床边也许再也看不到他们了。 卡龙,波莱克西,克莱蒂,这些令人难忘的伙伴,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